世界经济论坛的主管塑造先进制造业与价值链的未来平台总监 在接受我们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中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达沃斯论坛发言内容 满足了各界需求 让本届论坛变得更加乐观 世界经济论坛认为 刘鹤讲话后各界出现了乐观情绪 很多专家预测 今年下半年和2024年全球经济将出现改善 他们认为中方在论坛承诺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将可以保护30%全球的生产体系覆盖 或许今年全球制造业还将吸收部分金融领域投资 让我分享几个角度 在最近两年 我们看到制造公司的专家 非常地投入技术 这意味着是我们今天做得更好的产品 智能产品 制造公司的专家在重新 世界经济论坛表示 中国逐渐恢复生产 让全球商家赞份 特别是中国在论坛上承诺实现碳中和 并对传统制造业进行绿色改造 以避免因突如其来的灾难与危机 而造成全球供给中断 帮助全球供应链体系完成可持续转型 他还表示在2023年 中国或许将通过政策调整 弥补供应链生产链的更多需求 恢复全球市场的运营将有助于恢复经济循环 影响通胀缓行和利率调整 达沃斯论坛闭幕前 还将讨论债务上限与汇率波动等问题 凤凰也是张博帝 瑞士 达沃斯报道